出车了 今天是周日 现在早上的8点14 昨天晚上把车的电充满了 今天是周日 然后早上下雨了 估计早上还会爆单 但是爆单先不管 赶紧去买几个包子 还没吃早餐的 然后今天最低温度6度 明天最低温度3度 我去冬天来了 我们跑网约车 就喜欢这种天气 看一下热地图怎么样 早餐吃完了 4辆车4个呼叫量 还行 第一单一个蚊子 今天开启拍蚊子模式 居然还给我取消了 可以哦 拿了一单去开服去了 这单就比那个蚊子舒服多了 又不堵车 看整个地图都是白的 收出了不跑了啊 我天呀 全是蚊子的 上午就这样结束了 两个半小时跑了八单 七十五块钱 十块钱一个单都没有 今天真的是够惨的啊 两个半小时 将近三个小时 跑了七十多块钱 三上一个小时 然后今天我就不跑地地了 下午的话跑高德 很多人私信我 说我这个是不是高德的测试号啊 是不是给高德再打广告 我今天下午就给大家测试一下 我并不是说给高德打广告 我只是说推荐一个好的平台 给大家用 当然了 你通过我这里注册 我可以拿到那个推荐的奖励 是吧 我实话有大家讲 所以说我不是说给高德打广告啊 确实这个平台 因为现在很多人口碑值分 确实很低 你跑地低啊 真的接不到的 那这个平台确实是有一个上心啊 你还想跑五十块钱一个小时 六十块钱一个小时 那真的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个平台容易上头 当你跑了以后 你就天天只想着搞大单 低于五十块钱下车单 你都不想接 但是我今天下午测试的话 我还是那种三十块钱 接人方便的我也会接啊 因为毕竟我不可能说只挑大单啊 只挑大单 那我可能大单还不一定能轮到我 因为现在跑这个平台的人特别多 我不一定抢得过 然后今天也是借死机会 和大家说明一下 我没有在前面的视频里面讲清楚 这个平台并没有在全国上线 只是在部分城市上线 比如说我们长沙 你看像重庆啊 福州啊 福山啊 以及我们湖南的那些低级市啊 都没有上线 所有有很多老铁的私信我 我还没有回复 如果是有这些城市的老铁啊 我没有回复你 我应该是不会回复了 因为你没有上线 我告诉你也没有 因为你也跑不了 是吧 如果说还有长沙这边的老铁 我们也回复你 因为私信太多了 后面的话 我会陆续的回复你 然后告诉你怎么注册这个平台 好吧 然后现在的话就回去了 吃个午饭 然后再睡一觉 下午的话 再好好出来 跑一下这个平台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平台 到底怎么样 到底能不能跑到高流水 反正前段时间 单还是挺多的 现在我不晓得 注册的人是不是太多 那么大单 会不会抢不到 然后让我们下午的话 拭目以待 拜拜 拜拜